疫情相当严峻 秀林乡38处的检测站原本直到6月31号 不过为了继续守护部落的健康 秀林乡长王梅归就特别向花令县政府 劳动部和援助民族委员会来争取经费 来延续检测工作一直到疫情结束 有Data病毒侵入北中南台湾 让疫情更加的严峻 预定秀林乡的检测站人员就要做到6月31号 不过疫苗并没有全面施打 要警戒下降可以说是遥遥无期 为了延续检测人员的进驻 秀林乡长王梅归日前通过花令县政府 劳动部和原住民族委员会 争取经费来延续部落的检测工作 在疫苗每个人所有的乡亲 在疫苗还没有打之前 我想我们所有的检测站还是依然要设置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 其实原乡部落它本来就是互动非常密切的一个族群 那当然我要先谢谢我们有争取 我们的原民会以及劳动部 以及华丽县政府 三邦连结协助我们乡镇 我们的争取案 口头上面是会尽最大的能力协助 我想我们会利用我们的安心上工这样的一个计划 希望中央政府也给我们多一点的人力 让我们的检测站能够持续 因为我在讲修林乡它是地区非常的一个特殊 因为我们北 我们是花令县的北端 而且是连结宜兰县 我们的尤其是从和平 从德 富士 秀林 都是人群互动非常密集 而且这个地方都有亚尼跟台尼的企业的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都是有些工作人员的族群都是在外县市 都是坐火车来到和平工作的 我想这个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继续在我们自己的部落 做一个协助检测的一个工作 新闻乡我们会表示 虽然新闻乡未处于中央山脉的三角下 不过临近的新城乡 花令市 洁安乡和缩工乡 可以说是同一个生活圈 因为新闻乡并没有大卖场 菜市场和生活消费的店面 所以一定会到这四个乡镇来消费 现在我有几次人员守住疫情的第一把关 有请大家都多配合防疫的措施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